明天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本来就是有找邱国正来到立法院来进行备巡 但是在礼拜五我们在问行程的时候 邱国正是请假的 因为礼拜五当天爆出了他的儿子染黄召记的风暴 所以礼拜一本来有邀请邱国正 邱国正当时是请假的 而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 邱国正说他明天会到立法院 所以他明天要来清上火线 来回应有关于儿子召记的风暴 二胆岛的国君居然被大陆的无人机给吓跑了吗 我昨天看到这个画面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不可置信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子母框 就来放这个网友所用大陆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进到那个弱带了没问题的 这个网友呢他所给出来的画面 好不是这一支 应该是第一支那个有网友在拍的 这是后面 后面对对对这一支画面 对这一支 网友大陆的网友用这个无人机来拍到二胆岛 然后这画面上面大家会看到有非常多的讯息 因为当时这官兵这个是两栖的登陆小艇 他们运补了弹药到二胆 然后上面有这个汽油桶啊 然后还有这个弹药 这边坐着的官兵呢就是等这个登陆艇呢 把这一些弹药啊油桶啊卸完之后 他们就稍微的坐在旁边休息一下 然后这个登陆艇呢就先回去了 然后你就发现看到了这些官兵 官兵是有抬头哦 有抬头看到这个大陆无人机哦 结果呢他们看到大陆无人机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有些就直接愣在那边耶 有一些就直接可能就跑走了耶 所以这个画面 直接让大家看到都非常非常的傻眼 想说哎 我们的大陆无人机 然后进到了金门二胆岛 然后把这一些国君弟兄 拍得这么样子的清楚之后 哎那我们的官兵怎么就跑走了呢 然后还看到之后还愣在那边 想说这是这是哪来的无人机 这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那为什么在二胆岛这边 会运送这个汽油桶 退役少将立正节就说 那个是因为在二胆岛上面呢 有这个海水氮化机哦 所以必须要用汽油来发电 来进行海水氮化哦 所以先把这一些背景的部分 还有画面上面大家所看到的部分 先跟大家说明 哎我觉得这无人机非常可怕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他们能够把这个画面 拍的多么样子的清楚 而且呢连他们手上拿手机也都可以清楚的拍到 他就只差没有拍到你手机里头 谈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胆岛士兵的事件 分成两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第一个金防部的反应到底是什么 再来第二个无人机进到了二胆岛的上空 这到底算不算是第一级呢 如果这是第一级的话 大家觉得应该要反制吗 好这部分呢就先来问一下 网友的意见哦 二胆岛的手军被无人机空拍 你们觉得该反制的请加一 你们觉得不该反制的请扣一 我看到我网友都说这拍得很清楚 哎真的是HD高画质到一个不行 在这么高的地方 然后那个士兵他们猙獰的面孔 也都可以直接看得出来 所以这里头拍到的 恐怕这些军事基地就直接被大陆给看光光了 就变成是这么样子的状况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 金防部怎么样子跟大家说的 金防部就有特别的说呢 这个是在29号下午执行运捕卸载的画面 那么研判呢这个空拍机 它是采取远距摄影的 所以远距摄影的方式 还能够拍得这么样子的清楚 你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这有多远距吗 因为它等于是出现在那个岛的上空 你都可以拍得那么清楚 山就在下面了 真的是远距拍摄吗 好然后重点是金防部跟大家说 因为当时卫处在太阳的逆光方位 所以官兵没有办法及时的目视发现 卫处在逆光的方位 所以没办法及时发现 是这样子吗 是在逆光吗 大家现在所看到那个画面哦 那些影子 影子在军人的前面 影子在军人的前面 代表太阳是在军人的后面 那如果太阳是在军人后面的话 所以你的影子只会在前方 那也就是说 当你正视无人机的时候 这是顺光 这不是逆光 大家听过逆光那一首歌吗 孙燕之不是唱 有一束光那瞬间 是什么痛的刺眼 所以孙燕之都懂 逆光会让你的眼睛痛的刺眼 对不对 可是呢 金防部跟我们说 那个影片拍摄的时候 国军在逆光 但国军逆光的时候 他怎么可以被空拍机拍得这么的清楚 他的眼睛看起来不刺眼啊 因为就是一个顺光啊 然后就看到这个无人机 就已经先发愣在那边了 有没有 真的发愣在那边了 所以这真的是逆光吗 他们影子不是就是在官兵的前方吗 所以到底哪来的逆光 我觉得这部分金防部得要解释清楚哦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国防部他们想要去塑造一个说 为什么这一次的状况 他们没有反制的原因 因为他们没有反制的原因是跟大家说 逆光的关系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应处 因为逆光的关系 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不要透过逆光这个借口 来掩盖你没有进行反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必须要稍微的搞清楚一点点 我刚才看到有人在给我掌声 所以我看到他们讲逆光 就让我很想要唱这首歌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自由时报先前的报道 我们可以切回来iPad上面 自由时报先前的报道说 国防部改变了第一级的要件 那这个第一级的要件怎么改呢 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说 只要实体逾越就会来反制 所以只要有一些航空啊 或者是海航实体出现逾越的行动 国军就会来进行反制 那所以我们换到了今天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想要问一下 现在无人机都出现在二丹岛的上空 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航空实体逾越的行动 这无人机都到二丹岛的上空哦 这是航空实体逾越了吗 那如果他真的算是航空实体逾越的话 国军要不要进行反制 国军面对这样的第一级 要不要来进行反制 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点嘛 而且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行政院 给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今年二月行政院的施政报告 行政院的施政报告 今年二月很新哦 他跟大家说呢 国军已经完成了干扰枪的部署 而且并用清兵器来执行反制应处无人机 等于规划了一个无人机的反制的系统 所以行政院告诉我们 国军这边都已经有干扰枪 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反制系统 要来应处所有可能在我们的航空上面出现的无人机 那你今年二月跟大家说 你完成了干扰枪的部署 可是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你说有一些官兵可能跑走了 那他跑走是去拿干扰枪吗 好像也没有看到 因为如果今天这一些士兵真的拿干扰枪 来击断这个无人机讯号的话 照理来讲 金房部的声明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有哦 这些官兵有来进行反制 这些官兵有去拿干扰枪 来阻断了这个无人机的讯号 但是金房部的声明里头 没有写到这一件事情 那金房部的里头没有写到 代表是完全没有反制吗 那不要用逆光来推脱 还是说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辨认 什么叫做陆方的无人机 所以很显然国防部说要反制 但是你真正的反制作为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要如何去反制 以这个状况的话 国军他能够判定这个叫第一级吗 然后你要怎么样辨识出 这个是陆方的无人机来进行反制呢 还是说你要给一个SOP 就以后只要见到了这个无人机 我们就是用干扰枪来反制 是这样子来做吗 对我觉得你跟大家说改变第一级 好大家也都觉得好 国军现在有展现出那种 和保家卫国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把第一级的这个条件再来更改 但我们真正遇到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级的反制 二胆岛这边出现无人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就曾经出现过 在2022年8月的时候 就出现过无人机 当时国军怎么反制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回顾当时的报道 发生不明无人机 金门二胆岛房区内两名阿兵哥 拿起地上石头就朝空中狂砸 一连两颗石头差点砸中空拍机 直到哨兵拿枪冲出来对准镜头 无人机才讯号断掉 但港哨设施照被看光光 最近曝光的照片 是无人机亲门大户拍下的 距离我军港哨 就是抬头大约几公尺距离 阿兵哥当时一度傻掉 拿起石头狂砸 网友大虽然这石头丢针转 金方部也证实 这是中共民用无人机侵扰 同样也都是这种民用的无人机 然后2022年的8月 还有丢石头反制 结果到2024年的3月 居然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会不会过去丢石头还比较好 因为你至少还有拿石头去砸那个无人机 就这一次连丢石头都没有啊 不是说上一次这个世界 就要来检讨一道的反制作为吗 对不对 但这一次有反制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发生了国军 又拿石头砸无人机的时候 民进党的立委在立法院里头是怎么样来炮轰国防部的 说丢石头的部分呢 王定宇批评国防部失职 王定宇讲话讲得这么重哦 因为金方部当时说联合情间真的手段是全班来掌握的 他认为这个回应叫做一个八股文 所以一年半前金方部的回应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年半之后 金方部给大家的声明是说呢 对于类似的情势 除了持续要求加强坚真 并且依照自我防卫的原则 是威胁程度采取包括反制在内的行动 那这个说法跟一年半前好像如出一策啊 你一样说你要加强这种坚真的手段 那你这边也说是威胁程度要采取反制 但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反制的作为啊 反制的作为在哪边 不能够用一个逆光就来搪塞这一切啊 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在这一年半的状况 然后国军好像都在原地踏步耶 你一年半前说要检讨一年半后 然后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反制作为 这不就是在原地踏步吗 还说无人机来然后大家都没辙呢 因此这套SOP绝对要把它定清楚啦 当然大家如果看到这篇新闻的话 其实会发现有一些军方的部分哦 会有不同的看法 就过去可能有军事背景的将军 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像是栗正杰就指出 这几位弟兄他们先跑走了 他们跑走之后呢 他说这是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动作 因为这上面可能会有弹药 那如果连这种警觉性都没有的话 要怎么样子来当军人呢 但是小舰长吕吕师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这种说法 他就说呢 这些国军弟兄看到了无人机来 全员逃走了 而且连已经贴了封条的弹药箱都不要了吗 所以一个认为逃跑是错的 但是一个认为逃跑是正确的SOP 那或许你逃跑之后 你拿出干扰枪出来 这部分大家还可以看到你的反制作为 但是你这样子跑走之后 你也没有任何的反制作为 那这个部分就是国军必须 要来进行检讨的部分 是不是SOP要把它定清楚呢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要问谁 国防部长邱国正吗 好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 明天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本来就是有找邱国正来到立法院来进行备询 但是在礼拜五我们在问行程的时候 邱国正是请假的 因为礼拜五当天爆出了他的儿子染黄召记的风暴 所以礼拜一本来有邀请邱国正 邱国正当时是请假的 而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 邱国正说他明天会到立法院 所以他明天要来清上火线 来回应有关于儿子召记的风暴 这是明天可以看到邱国正 在立法院又要出现了一个大场面 同时有关于这个二胆岛士兵 被大陆无人机拍下来之后 后面的反制作为 这部分邱国正也得要把它讲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色